大家好 我是作家东西 很高兴我要来英国了 今年7月25日到8月5日 我将在英国做我的英文版新书篡改的命发布活动 这本书由英国茶室出版公司旗下的文学品牌 东书坊出版 在英国期间 我将参与一系列的研讨讲座和读者见面会 我十分期待和英国的读者学者以及记者朋友们见面 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段篡改的命的一个片段 希望大家喜欢 汪长池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这辈子他从来没有迟到过 因此他不想在最后一次背上迟到的名声 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 里的头发刮了扶须 本想买双崭新的皮鞋穿上 但想想500块钱够他跌在农村 装一扇玻璃窗 便咽了一口剁叶 捏了捏手指 放弃 现在 他穿着一双洗得乏白的解放鞋 站在西江大桥正中的边南旁 这个位置离水面的距离最高 估计甩下去时也会最响 人活一辈子 活默默地消失 活想想地离开 二者必选其一 天空除其的难 云朵空前的洁白 上苍师傅故意给他一个好天气 一伙是送他最后一点念想 水面铺满阳光 由于风的原因 波光的强弱不停地改变 一会这而刺眼 一会那而刺眼 汽车的轰鸣 没有过去那么讨厌 似乎还有一点悦了 就连车屁股喷出的尾气 也仿佛散发出倾向 看着两岸依次排过去的楼房 他想 那个人一定隐藏在某扇窗口之后 举着望远镜 正在监督我的执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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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